近段时间 综艺《花儿语少年5》的开播 让观众们再次沉浸在了 这个熟悉而又温暖的节目中 甚至有些人本来没想看花嫂 但是无聊的时候看了一期 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在本季节目中 节目组邀请了迪丽热巴 秦海禄 秦岚 新直磊 赵昭仪 胡先旭和王安宇七位嘉宾参加 而有不少网友发现 与以往相比 这一季的花嫂团给人一种 焕然一新的感觉 主要是这群人都太逗了 特别是新直磊这张嘴啊 简直长在我的笑点上 她随随便便说一句话 我就能乐半天 大家了解新直磊的都知道 她以往被公众视为冷漠 高冷的女明星 但在节目中却展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一面 新直磊在花嫂中的搞笑表现 再次证明了她的超高人气 姐姐是典型的气质型搞笑女 完全颠覆了大众 对于她固有的形象 她一开口几乎都是包袱 整个花嫂团的氛围就打开了 不得不说新直磊这性格真的很直 也很受大家欢迎 可虽然新直磊在节目上嘻嘻哈哈 但谁能想到她来花嫂 这个综艺节目是为了散心出戏 那时候的她刚演完了话剧初步举证 话剧里的她演的是受到性侵的女生 与男权主导的法律系统对抗到底 为自己找证据充当自己的证人 而当谈起话剧的时候 她是满脸的认真 这个话剧台词有112页 是她130分钟只有新直磊一个演员 全程没有休息一下 甚至连道具都是自己搬的 而演话剧真的是对一个演员 最好的磨练和考验 按表演能力来说 话剧大于电视剧大于电影 话剧是一镜到底的 一点错都不能出 而且是现场台下全是观众 在话少节目中赵昭一问新直磊 那么多字不能看提词器吗 她回答到那多科尘 这就是属于演员的责任感 还对其说要向秦海璐多请教演技 而作为最小的妹妹赵昭一再年轻懵懂时 遇到姐姐们不吝分享全盘托出 简直就是一种幸运 她们不仅是姐姐是前辈 还是是撑伞的人 姐姐们真的是太好了 难怪在这场旅途中 新直磊是完完全全沉浸在每一刻 这难道就是女性演员的魅力在于此吧 她把野心和欲望写在脸上 一副快以天愁地洒脱 但却是心油猛虎 细袖强威 其实新直磊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火的 出道这么多年以来的她一直默默无闻 不过俗话说得好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如今的新直磊在她的坚持下 终于成功了 影视资源源源不断 更是给大家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 而她在剧中的表演张力很强 很有表现力 再加上一张高级艳势脸 让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祝愿新直磊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也希望她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脸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い